欢迎进入 Q-SYS Level 1 的在线培训 我是 Sam 中文名叫赵姐 也是你的课程顾问 由我来帮助你了解 Q-SYS 系统 以及 Q-SYS Designer 的软件 一个首要的问题 就是参加这个培训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通过了这个培训 你就可以使用 Q-SYS Core 和相关的周边设备 构建一套完整的网和音频系统 我们的整个培训教程 按照一个设定的思路 被划分成了若干的单元模块 每一个单元又被划分了 几个独立的小的视频片段 每个片段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 你学习完全部课程以后 就可以参加在线的评估测试 用来评判 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掌握了其中的知识 如果你通过了评估测试 就进入到最后一项综合能力考试 我们会提供给你一个实际的案例设计要求 以及一些设备的参考表格 根据这些已知的信息 运用你之前学到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要构建出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然后提交给QSA 我们会根据你的设计来判断 你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 如果通过了测试 QSA将给你颁发一个QSYS Level 1的合格证书 有了它 你就可以申请更高级的Level 2面售了 在你开始学习之前 我强烈的推荐你去QSA的官网上下载一个 最新版本的QSYS Designer软件 在观看视频之前 先把软件打开 这样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 这就比你只盯着这个屏幕看视频好得多 得到了QSYS这张认证证书 你同时也就获得了Infocom CTS的认证积分 不过有的人为了快速得到这个积分 他不认真学习 只是疯狂的去参加考试 对于这样的想法 我要给你一个警告 因为我们只给每个登记的学员 三次考试的机会 如果你依然没有通过的话 你必须直接和QSY联系 只有充分的理由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给你增加再次考试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点 对于最后一项综合设计的测试 有的人可能会 选择其他人的设计方案 我在这里也要提醒你一下 如果我们怀疑你的综合设计方案 不是你自己做的 我们有可能要求你再做一个 而且题目的要求和参数清单 都比以前要提高一个难度 因为QSYS Design的软件 也是在不断的更新 因为我们的视频培训教程 也可能不定期的更新 或者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新的视频 所以你要有任何疑问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不要客气 因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你能够通过考试 我们很愿意为你提供相关的包装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因为我们的视频教程 是由若干个模块组成的 所以你确实可以按照不同的顺序去学习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从硬件 总览部分开始学习 因为在那介绍了教程中 可能遇到的所有的QSYS 设备 所以你必须要先认识它们 第二个要学习的就是 Design 软件 这是整个教学教程的学习基础 在你开始学习之前 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评估 就是针对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只有五个单向选择题 你把正确的标记出来就行了 不过你要是不幸没有通过这个评估 给我们发一个邮件 我们会根据情况再给你做一次 祝你好运 我们期待看到你的评估问卷 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期待在哪儿 也不能用脸 但是我会像中读估计 iTunes 那些评估计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我们有空的观点 就是用脸联系的